前南投縣長林明珍拼立委補選 趕行程有座車 但林明珍卻被爆出2014年選縣長時 南投跑行程常搭的都是立委公務車 前立委段隱康爆料 每位委員每月使用公務車不得超過70個小時 在2014年1月到4月期間 使用最多的就是林明珍 平均每月高達209個小時 在台北開會只用了11.4小時 其餘的197.6小時都在選區 把公務車占為己有 拿來跑選縣長行程 段康更批林明珍是卡納碎人 且絕不偷懶的人 立委總務處規定 只要有空車超時的立委 有急用還是可以申請 其實在2014年濫用公務車爭議 公都盟就曾號召民眾包圍立委 還爬上立委林明珍公務車引擎蓋 被遠景拖了下來 當時連擋風玻璃都被壓迫 如今要回國選立委 不只濫用事件再被提起 兩屆立委期間質詢表現備受討論 2013年公都盟首創執政黨最佳立委 林明珍確實上榜 但在2014年選南投縣長時 卻疊出榜外 還被公都盟點名口頭質詢低於三成 可質詢11次 實際質詢只有兩次 公都聯盟還把我評為紀佑的立委 你看你查公都聯盟是不是我紀佑的立委 林明珍從縣長拼回國當立委 過去立法院表現紀錄也被彈開檢視 但對照事實發生 和林明珍的回應說法 就看選民買不買單 三點選擇劇節目 就關台幅報道